大家好,我是小胤,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在日常使用中,我们经常会遇到Windows41操作系统运行缓慢,显映迟钝的问题 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技巧 帮助你充分利用Windows41操作系统 让你的电脑运行得更快,更流畅 无论你是专业人士,还是日常用户 这些优化技巧都将为你带来显著的性能提升 那我们开始咯 我们先从电脑开机说起 电脑开机时,默认会启动一些我们不需要立即使用的应用程序 右键点击Windows图标 设置 在左边菜单栏点击应用 点击启动 在应用列表中找到你希望开机时不自动启动的应用 点击关闭 这不仅能加快我们的开机速度 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在耗材运行 还可以节省内存和CPU资源 让电脑运行更加流畅 我们平时在浏览网页和使用应用时 都会受到系统的监视 并且把我们的隐私进行收集和分析 打开设置 隐私和安全性 点击常规 把这三项开关全部关闭 可以防止我们的浏览习惯和应用使用情况被系统记录和分析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右键Windows图标 设置 在左边菜单栏点击系统 把页面滚动到最下方 点击系统信息 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在性能框中点击设置 在视觉效果栏中 系统默认选择的是 让Windows选择计算机的最佳设置 它会把所有的视觉效果都启用 这些效果都会占用系统资源 为了提升性能 我们把它改成调整为最佳性能 取消全部勾选 点击应用 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出现的锯齿 把平滑字幕字体边缘勾选上 文字又恢复了清晰 简式缩略图而不是显示图标这里 我先打开一组图片文件夹 如果没有勾选 这里只显示一个通用图标 勾选后 就能看到图片和视频的预览图 虽然我们取消了大多数视觉效果 但仍然可以选择性地保留一些 比如勾选在窗口下显示阴影 可以让窗口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而且不会过多影响性能 通过这些简单的调整 我们不仅提高了操作速度 我最小化这个窗口 它会有一个缩小的效果 如果把它关闭 点击最小化时 窗口会立即消失 也就是这个效果 这两个效果都需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 我们把它关闭掉 下面我们再来优化任务栏中的这个搜索框 这里默认会植入广告 码开后 这里推荐了非常多的广告和新闻 这些广告会基于用户的搜索历史和在线行为进行定制 我们把它关闭掉 右击Windows图标 打开设置 隐私和安全性 点击搜索权限 找到更多设置 关闭搜索要点 可以防止系统收集你的搜索习惯 打开搜索 也不会看到很多广告推送啦 在任务栏点击鼠标右键 任务栏设置 找到搜索 把搜索框选项改成仅显示搜索图标 任务栏上仅显示一个放大镜图标 选择搜索图标和标签 会让搜索功能显得更加直观 如果你几乎不使用这个来搜索 也可以选择隐藏 平时我们需要打开某个任务 都会习惯性地在任务栏点击对应的任务图标 这个任务视图就显得陨余了 我们把任务视图关闭 任务栏会显得更加清爽 点击任务栏最左边天气图标 这里会显示很多我们平时用不上的信息 这些动态更新的信息会占用系统资源 影响电脑的运行效率 点击右上方设置按钮 找到显示或隐藏信息提要 把我的资讯源关闭掉 关闭后 可以减轻系统负担 画面也变得更加干净 剩下的这些组件如果你也不需要的话 点击每个小卡片右上角三个点 选择隐藏此小组件就可以把它们移除掉 如果要加回来 或者想加入自己喜欢的组件 点击面板右上方加号 在左边列表选择你喜欢的功能组件 点击固定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面板看起来是不是舒服多啦 点击Windows图标 这里会显示你最近安装的软件 或者经常访问的文件 如果你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这些信息 别担心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开始菜单设置 关闭 显示最近添加的应用 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 你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 然后关闭显示最常用的应用 可以隐藏你的使用习惯 把这个关闭 可以隐藏你打开过的历史文件 这个选项主要推荐一些新应用 配选开发人员的应用 和一些广告的内容 这些内容会动态更新 增加系统的负担 还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把这个也关闭掉 现在再看 推荐这里就不会展示任何信息啦 如果桌面图标太多显得杂乱 右键点击桌面图标 点击固定到开始 它就会显示在开始菜单栏中 然后我们把桌面的这个图标删除即可 下次你想使用这个应用 点击开始图标 就能找到它 点击更多应用 这里能找到我们计算机中 安装的所有应用 选择你常用的应用 右键 选择固定到开始屏幕 也会展示在最外面这个开始菜单栏中 如果这里显示的应用图标太多 我们还可以把同类型的应用拖到一起 组成文件夹 点击上方给文件夹编辑一个名字 比如我这个文件夹中放的都是播放器 那我就给它命名为播放器 这样找起来更加方便 如果你想解除这个文件组 把应用图标拖出文件夹即可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区域比较小 可以放置的图标不够多 在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开始菜单设置 把布局调整成更多固定向 这样下方的推荐项占用的空间就会被缩小 展示更多的固定应用 下面我们再来优化一下这个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任务栏中的文件资源管理器 这里默认会显示我们常用文件夹和最近使用的文件 找到这三个点 点击选项 把隐私框里的最近使用的文件 常用文件和存储在云服务上的文件 这三项显示勾选去掉 可以防止其他人在使用你电脑的时候 在资源列表和最近使用的文件这里 看到你最近或者频繁访问的文件 不显示这些文件列表 文件资源管理器界面看起来也会更加简洁 减少视觉上的干扰 虽然影响不大 但系统不再需要更综合显示这些文件 会轻微提升系统的响应速度 还是点击这三个点 点击选项 将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时 打开主文件夹 改成此电脑 打开的时候 会默认打开我的电脑 并符合传统的Windows使用习惯 整个界面看起来也更加清爽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技巧 我们按一下F11全屏快捷键 再按F11回到默认大小 双击打开文件夹 速度会变得非常快 几乎都是秒开 根据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 全屏模式触发了Windows的游戏 或其他全屏应用的特殊处理机制 暂时禁用 或减少了某些动画等视觉效果 从而提高性能 如果你的文件非常多 可以测试一下 打开速度是否有显著的提升 在文件夹中点击鼠标右键 分组依据 选择修改日期 就会把文件按时间进行分组 可以快速找到最新添加的文件 也方便我们定期清理缴旧的文件 可以示范硬盘空间 最后我们再来优化一下C盘 右击下载 属性 位置 点击查找目标 你会发现 下载的文件默认会保存在C盘 如果你习惯将下载的历史文件 都保存在下载文件夹中 会占用很多C盘的空间 导致系统因为存储空间不足而运行缓慢 我们可以右击下载 主信 点击移动 把下载默认保存的路径 迁移到新的盘 比如我希望把下载文件 保存到D盘 那么我在D盘 给目录下新建一个下载文件夹 点击选择文件夹 点击应用 这里提示 是否要将所有文件 从原位置移动到新的位置 这里如果选择是 它就会把原来C盘下的文件 全部移动到新的目录 且删除旧的文件夹 示范C盘空间 如果你不想删除原有的下载目录 只是希望把下载路径进行修改 则选择否 点击确定 这时我们会看到 D盘也出现了一个下载目录 如果你希望调回原来的下载目录 还是右击下载 属性 位置 点击还原默认值 点击应用 选择否不迁移文件 点击确定 这时 下载路径就还原回C盘啦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把图片 音乐 视频等保存路径 修改到其他盘 而下载的操作是一样的 更改默认下载路径 不但能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如果你的系统盘和纯属盘 分别使用两块不同的硬盘 还可以减少C盘的读写次数 延长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 还有就是 如果系统盘出现问题 被系统盘中的文件 也相对安全 不容易丢失哦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 如何优化你的Windows 11操作系统 让你的电脑运行得更加稳定 显应速度更快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